接下来进入天生我有财 时尚色评 如果可以进行选择性失忆 你希望哪些曾经发生的事能被遗忘 A 自己所做过的错事 B 遭人背叛的经历 C 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糗事 D 曾经那段痛彻心扉的感情 C吧 这选一个啊 对 糗事啊 对 你身上有啥糗事说来听听 我小时候我被人剃光头 就是被坏 剃光头是糗事吗 不被 我在马路 我放学的时候 不长毛才是糗事 我糗一辈子了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老板 是那种 不是所谓的光 就是被剃了那个五花头 就是各种剃 就剃得跟狗啃了 对 你怎么会被别人剃成这样 多大的时候 九岁 这也不算啥糗事 不 我觉得我还 反正记忆有些 我们来听听他们有什么糗事 好 来来来 说说自己有什么糗事 我说一件糗事吧 三年前的 三年前的一天 然后从广州坐飞机来北京 然后呢 从机舱走出来的时候呢 就听到有两个乘务员在叫 两个人在商量 那位无陪旅客在哪里 然后我当时想 这个是不是给金卡 有一个什么优待啊 所以我就扭过头去说了一句 那个字独配 第四声叫无配 两位的这个乘务员看着我 就傻了一样 和地面在沟通 就没有人理我了 这人干嘛的 然后我一看 好像这个情况也不太对 我就走了 走过去的时候呢 就看到有人推了一个 那个轮椅过来 轮椅上面写了四个字 无人陪护 所以呢 那四个字是无人陪护 简称无陪 这个挺有意思 这个够糗了吧 这个挺有意思 这个够糗了 对对对 我还有一个糗事啊 谁让你说了 你想说就说呀 这会儿不让你说了 最后一个糗事啊 我跟你说一下 这糗事呢 导致我 直接导致我 去创业了 是什么糗事 我原来在出版社的时候 完了有一次 有一个 唐俊有一本书 叫我的成功可以复制 然后完了 我下午去那个 就是去那个 西单屠户大厦 然后去主持了 新书发布会 然后完了 我没有睡午休啊 我有午休的习惯 就比较困 然后我就上台了 我说 今天下午 朋友们 今天下午好 然后欢迎那个 今天参加 唐俊老师的新书 我的成功可以复应 所以我刚说完了 说完了 然后台下 然后挺这了 然后好几秒做 然后 完了整个就完了 所以那个主编 然后把我一把话筒 夺下来说 完了回去 所以我就 完了回去 把我那个 就是素质高歌了 打我冷宫了 他们太不懂得 欣赏你的幽默了 我的成功可以复应 多有意思 我的情况 对啊 所以说我这个 不适合我嘛 所以我就出来了 放了我 打了冷宫 放了我半年时间 我就出来了 所以说你就是个奇葩嘛 对吧 那这道题考的是什么 他为什么选择C 这道题可能更多考量 这个候选的 一种心智的成熟 比如说我们看到的 B和C 都是关于跟人相关 最后是跟自己的感情相关 这都偏向重情重义的 然后这个候选人 直接选择是C 都是跟自己 有明显的关联 而且选择的时候 有一个差异呢 就是没有选自己做错的 他认为自己做的 可能是帮助自己成长 很重要一个履历 包括讲了很多 自己还三情 还掉泪 你的意思是说 他很容易自己感动自己 是吧 对 还是在走在 自己的环境里头 有一些吧 有一些 有一些自我感动 对啊 他就是